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钙 磷 铁 钠等 同时具有瓶干清热 去风力湿 除凡消肿 凉血止血 解毒宣肺 健胃力血 清肠力变 润肺止咳 降低血压 健脑镇静的功效 现在种植技术发达了 芹菜作为常见蔬菜 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 而且价格相对实惠 是家家都能吃得起的家常菜 作为家常菜 芹菜的吃法也比较简单 除了可以入线 最灵活的吃法 莫过于炒着吃了 因为芹菜自在清香 所以几乎可以摆搭所有食材 可荤可素 可减可烦 今天分享一道芹菜炒鸡胸肉 高蛋白 低脂肪 多吃一点也不怕长胖 很适合晚餐 另外还搭配了一些香菇 鲜香味也特别足 是一道好做好吃 营养满分的天使菜品 也是医生家常做的一道菜 志恒今天推荐给大家 大家也都试试看 芹菜炒鸡肉 食材 鸡胸肉 芹菜 姜 蒜 老抽 生抽 盐 白糖 具体做法 一 鸡胸肉切成薄片 用清水抓起两遍去除腥味 然后加一点点盐 半个鸡蛋清 一勺淀粉充分抓拌均匀 放在一边腌制十分钟左右 二 香菇去地 洗净后切成片 芹菜去掉根和叶 洗净后切成段 三 锅中加水烧开 将香菇倒进来 大火焯烫一分钟 然后将芹菜放进来 继续焯水一分钟左右 待食材断生 将其捞出瀝干水分备用 四 热锅凉油 放入姜丝和蒜末炒出香味 如果喜欢吃辣 也可以放些干辣椒进来一起炒 然后将腌好的鸡肉片倒进来 大火快速翻炒 将肉片炒至变色 五 加入少许老抽 给鸡肉调色 再加少许花椒粉去腥增香 六 鸡胸肉切得薄一些 很好炒熟 所以翻炒几下 就倒入焯水后的香菇和芹菜 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然后加盐 生抽 少许白糖调味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菜做法特别简单 但是味道却很好 鸡肉和香菇鲜嫩多汁 芹菜清新脆爽 蛋白质和膳食纤维都很丰富 是一道营养又低脂的菜 好吃不长胖 特别适合晚餐吃 小贴士 一 鸡胸肉在腌制的时候 鸡蛋清和淀粉最好都要放一点 这样处理之后的鸡肉 口感才能更滑嫩 不过盐要少放一些 以免咸了 稍稍给鸡肉上个底味就好 后面炒的时候还要加盐调味 二 芹菜和香菇都是焯烫过的 基本上已经熟了 后面再炒的时候需要大火快炒 尽快调味出锅 不要将芹菜炒老了 吃掉芹菜脆嫩的口感就不好吃了 芹菜的种类 一 水芹菜 主要生产于南方 看起来比较小 呈淡绿色 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二 汉芹菜 一般在北方建的比较多 汉芹菜精细长 而且是空心的 纤维比较粗 在炒制的时候 可以提高肉类的香味 所以一般与猪肉 腊肉等肉类一起炒 比较好吃 汉芹菜可以要用 所以又有菜芹之称 因为其香味比较浓郁 所以又叫香芹 四 西芹 从国外引入 以广泛栽培 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西芹叶饼宽厚 单株叶片数量多 重量大 可达到一千克以上 它的香味比较淡 肉质脆嫩 适宜和清淡的食物一起炒 那么 好的芹菜该如何挑选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 挑选芹菜的技巧 一 看芹菜的根部颜色 新鲜芹菜的根部 都以翠绿色为主 颜色很饱满 在挑选的时候 根部要干净 颜色翠绿 无斑点 二 看芹菜叶 通过芹菜的叶子 也是可以看出 芹菜是否新鲜 正常叶子颜色 应该和芹菜筋部分为一个颜色 一样的翠绿 如果叶子出现黄色的现象 或者叶子粘了 叶子不平整 那么这样的芹菜 也是存放稍久的 不建议购买 三 看芹菜筋部的粗细 芹菜的筋有些比较粗 而有些较细 我们要挑选芹菜筋 比较均匀的 肉质较厚的就可以了 四 闻芹菜的味道 好的芹菜 会有很浓的芹菜味 离得很远也能闻得到 挑选的时候 可以放在鼻子下面 轻轻闻一下 是不是那种芹菜 特有的清香 如果味道很淡的话 不建议大家购买 五 看芹菜的叶饼 叶饼要以肥厚清脆为主 叶饼较直 而且整齐 这样的芹菜味道比较的鲜美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